这里是越战越勇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二号选手 闪亮登场 你好 欢迎 你好 主持人好 明明老师们好 我叫苏灵敏 来自黑龙江哈尔滨通河县 今年29岁 你上台之前导演姐姐都告诉我 说今天二号选手特别开心 为什么那么开心呢 因为今天我的爸爸妈妈 和我共同来参加这个 越战越勇的节目 还有一个我很久没有出过门了 今天真的是很激动 所以刚才那个提示信息 那张照片画的就是爸爸妈妈和你 对吗 是 那这么说应该是爸妈 平时他们工作比较忙 你们很少有一家三口 一起出去玩的机会 是因为我的爸爸妈妈 在2015年的时候 因为性格不合 他们离婚了 父母各自过自己的 我自己也在城市外面生活 所以今天能够一同参加这个节目 我很开心 能够感受到那份幸福 当然我首先欢迎 大哥大姐今天来参加我们越战越勇 但是我可能多嘴还得再多说一句 我真的劝那些啊 这个恋爱中的这个年轻男女啊 面对婚姻的时候一定要慎重选择 因为一旦结了婚 有了孩子 分开之后伤害的不仅是彼此 受伤最深的其实是孩子 对吧 嗯 是这样 爸爸妈妈离婚那几年 我觉得自己没有家了 感觉挺自卑的 看到其他一家人和和乐乐的 但是我看不到那样的生活 所以很羡慕别人 对吗 嗯 所以他们今天来 一定是因为你太爱唱歌了 所以爸妈不愿意错过女儿 这么宝贵的时刻 我小的时候爱唱歌 长大后很难实现 因为我在2018年被查出 患有急性费林巴细胞白血病 我被宣告死亡了 我的爸爸妈妈第一时间来到医院 医生告诉爸爸妈妈 我要开始接受化疗 三年的存活率 做三到五年的治疗 我那时候感觉生病也挺好 因为爸爸妈妈毅然决然地 留在了医院每天陪伴我 两个人沟通频繁了 我看见他们彼此说话也温和了 我真是体会到家河湾施行 那时候我治疗也很顺利 我在医院过了两个年 爸爸妈妈还有我 我妈妈准备了四个菜 我在医院因为化疗 不能接触其他人群 自己吃饭 我吃好了 他们在吃我剩下的饭 我看着他们两个一同吃饭 也说着笑 我再次感到幸福了 至今难忘 至今难忘 是 刚才灵敏也讲说 自己的这个病得的是挺突然的 而且你刚才说 医生是宣判过死刑的 是挺严重的 一起治疗的小伙伴们 就昨天还一起好好的聊天 可能第二天起来 因为没抵过化疗的药物 突然间就离开了 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 我突然间休克了 医生和护士把我围满了 然后一直强救我 给我上氧气 我看见我妈妈就在那个角落里 她一直哭 她一直哭 我其实挺想跟妈妈找找手 说妈妈你别哭 我说我不怕 但是我没有力气 我说不出来 我就是看着她默默地 我也在哭 经过抢救 我活过来了 我这是闯过大关了 之后再闯每一关 像今天一样 我还是能挺过来的 经历过这些之后 会发现自己变得很勇敢 因为我们知道 在整个治疗的过程当中 你每天无数次地打针 吃药 化疗 在医院里每天要打针 甚至连着打三天三宿不停 我查过最高纪录 我一天打过十四针 真的是左胳膊右胳膊 左手右手 左脚右脚 全部都在打 这是你打过针之后的自拍照 同时打了五针 所以我们看到明明那个时候 虽然又黑又瘦 但是在你的眼神当中 我们看到你内心的强大 在闯关过程当中 面对的第一个难题 就是这个化疗的副作用 身体的承受的痛苦 我觉得对于一个女孩来讲 不如心灵上承受的痛苦 小光头的确挺丑的 化疗会导致我有黑色素浮现 还会长斑 我会有激素药变成大胖子 一个月可能就长十斤二十斤 以前爱漂亮嘛 突然变丑了 不愿意看自己 有点自卑 逐渐也失去了很多信息 我记得之前在我们这个舞台上 我们采访其他选手 当然也是在面对白血病 这样的病魔的时候 也是副作用就掉头发 然后很多女生是选择戴假发 然后每天给自己化妆 要打扮得漂漂亮亮亮 这样好像面对镜中的自己 会更有信心 心情会更好一点 你也是这样吗 我有戴假发 每天在医院里 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 只要我身体有力气 我就戴上假发 穿好看的衣服 在医院里和病友们一起聊天 就在医院里生活嘛 过日子 医院就是我的第二个家 阳光的乐观的面对自己的生活 和自己的现状 非常坚强的姑娘 确实在和病魔作斗争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像是在闯关 这一关一关的 真的有时候挺危险的 但是我能说 现在你已经通关了吗 但是现在据说 今年是关键的一年 现在我治病很难 就在家里面休息 但是我的病还没有治好 爸爸妈妈为了我治病 变卖了很多家里的物件 已经没有什么东西了 我想在最后这一年顺利的治疗 因为我治疗得很好 我很有希望治愈 我想能够活下来 对于你们家庭来讲 好像还有其他的难题 需要去面对 有的时候听到 吹炸的给爸爸妈妈打电话 我很心酸 我曾经也想过放弃 我真的想过 我放弃那个会儿 我妈妈发飙了 你不活下来 妈妈也就不活了 只要你好好治病 妈卖房卖地 妈救你 妈想办法 经历过这场大病之后 你现在有哪些人生感悟 这两年生病 对于我来说改变挺大的 我学会了坚强 以前遇到点挫折 我就想放弃了 我觉得熬不住了 但现在遇到任何困难 我都觉得很容易 很容易 轻松 只要我能活着 一切都能解决到 不是问题 爸爸妈妈给我的爱也很多 我明白了什么是父爱和母爱 我知道了感恩 知道了父母不容易 懂得了付出和回报 所以一夜之间就长大了 今天爸爸妈妈都陪你来 我们的越战越勇 咱们要不要爸爸妈妈 请上舞台 好不好 爸爸妈妈 我希望你们能够上台来 其实对于李梅来讲 我觉得最幸福的就是那一刻 当他倒下的时候 爸爸妈妈都第一时间赶到他的身边 给他支持 给他爱 今天爸爸妈妈也来我们的现场了 不会责怪你们 我接受你们的选择 我也会好好的 希望你们两个也开心 好吗 好的 我好了 自然都好了 那我们就希望你们加油好吗 好 先过第一关三年的时间 然后五年就彻底通关了 好吧 最好的祝福送给你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那接下来就带着你这颗幸福的心 感恩的心 把这首歌唱给爸爸妈妈 好不好 好 好 加油 加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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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铃鱼一直走 是一颗宝石就该闪烁 人都应该有梦 有梦就别怕脱 铃鱼一直走 是到阳光就该摸过 人都应该有梦 有梦就别怕脱 铃鱼一直走 是一颗宝石就该闪烁 人都应该有梦 有梦就别怕脱 铃鱼一直走 是到阳光就该闪烁 人都应该有梦 有梦就别怕脱 谢谢宋灵敏的演唱 唱得太好听了 这是完全我没有想到的 以前有学过唱歌吗 小的时候父母培养过 我学过少儿的声乐 他怪不得长不大 学的是少儿唱法 而且我觉得唱歌 这个气息是很好的检验 身体状况的一个硬指标 因为刚才在舞台上看唱歌 就这一段这几分钟 我觉得真的 现在身体恢复的还不错 希望你继续加油 下一个伤识的功能 在舞台上看唱歌 就会有梦的 我们下一个伤识的 在舞台上看唱歌